咦 枪杂那里 竟然是一间地下室 奇怪 明明有楼梯怎么下不去呀 不好 有人 还一想跑 我追 糟了 他竟然有防守 我是杰西 就在刚才遇到了一间怪事 矿场边缘的蓝色房子里 竟然发现了一间神秘的地下室 只是不知道 这是bug 还是一处隐藏的密室 会不会像雪地防空洞一样 藏着各种空头神器 光是想一想 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呀 没错 就在这所房子里 看到了 奇怪 怎么是封住的 明白了 雪地防空洞的大门 需要载具才能撞开 至于这几块破木板嘛 估计一把枪就能搞定 芝麻开门吧 果然开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空间怎么这么小 急救包 二级包 唉 这屋子的水平比一间小厕所也强不到哪里去呀 咦 竟然还有一块木板 这里是 房子后面 明白了 原来通过这个地下室 可以迂回偷袭房中的对手 好吧 算是没有白毛货 至少发现了个小秘密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海岛2.0中所有的蓝色房子都有这样的地下室 糟了 光顾着玩 医生没注意 距离安全区竟然有两千多米 得赶快找辆车才行 有车声 是4号 难道说他是专程来接我的吗 太一棒了 真不愧是中国好队友呀 4号放心吧 这吃鸡的任务解洗包了 唉 邮箱马上要见底了 却没能碰上半个对手 距离安全区还有四五百米 得赶快换辆车才行 不对 前面好像有动静 红色轿车 不错不错 无论车型还是颜色 都很合我的胃口 相请不如偶遇 你的车现在归我了 走你 此时 战场上仅剩30来名对手 而我却仅仅一杀而已 貌似外城 正位于安全区的中心位置 想来那里必定是狼多肉多 富贵险中求 4号咱们去逛上一逛吧 咦 这样车的位置有些特别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 还是去房区看一眼吧 有枪声 唉 不过是一名人机宝宝 4号咱们还是转移阵地吧 前面有车 机会来了 先跟你打声招呼 对方冲过来了 弹子太飞了 一个人也敢冲 4号一起干掉它 小黄鸭就一招侧面冲锋 奇怪 这是什么声音 天呐 吃松龙招 不好 4号被击倒了 前面有人 糟了 才几秒钟而已 4号竟然被淘汰了 不对 又有车声 话说这是什么情况 小小的一处房区 敌人怎么一波接着一波 明白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山坡上竟然落了一个空头 看到一个 咦 这不是淘汰4号的对手吗 车上还有人 糟糕 被弹竟然全部打光了 情况有点不妙 对方冲过来了 秀雷 不行 子弹已经不多 唯有进战才有获胜的把握 不好 好阴险的对手 竟然背后偷袭 有本事正面钢枪呀 要是我子弹充足 定要打你个花儿满天红 啊啊啊啊啊啊啊